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来中国衰弱后 这些国家纷纷独立 但很多国家的名字都还没改 比如说这五个 一 日本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很深 汉朝时被称为窝国 也被称为窝奴国 唐朝时日本派出大量浅唐使来中国学习礼仪 制度 耕持等各种知识 经济实力迅速提升 强大起来后 日本人觉得窝国这个名字太难听了 后在武则天的同意下 他们正式改名为日本 一直延续至今 后来到了清朝末年 中国衰败后 日本竟然忘处取而代之 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残杀中国军民高达三千五百多万人 使我国遭受到五千多年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灾难 二 越南秦汉时期名为焦治郡 属于五国领土 公元十世纪时 中国处于五代十国混战时期 焦治郡趁机无力 改为安南国 属于五国领土 清朝嘉庆八年1803年 嘉庆皇帝下令改安南国为越南国 此后 越南这个名字一直延绕至今 三 朝鲜古时被称为高黎 是我国古代主要藩属国之一 公元1388年李承贵发动兵变 亏翻高黎王朝后 拟定了朝鲜和和宁两个国号 请朱元璋决定 朱元璋选了朝鲜二字 因此李贵城将国号定位了朝鲜 并沿用至今 四 缅甸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原属于蒲甘王朝 公元1277年 枯必烈大军攻破蒲甘王朝 在此设立缅中行省 归云南管辖 此地正式成为中国领土 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 明成祖朱棣在此设立缅甸宣位士司 缅甸之名由此而来 并延续至今 五 布丹最初这是土藩一个部落 九世纪时成为一个独立的部落 元朝统一西藏后 它为元朝宣政院统侠 因为崇拜中国图腾中的神龙 因此也以龙国自称 明朝初期 其请求中国册封其为布丹王国 布丹之名一直延绕至今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